例如她進去房間見她 她的老闆就會看著她的胸口說話 寶貝問 怎樣?是不是很癢? 但本身性騷擾不是一定要接觸了才叫做性騷擾 Chermaine 你頭髮亂了? 是 我剛才摸你 你會不會覺得有些不舒服的感覺嗎? 如果是你便沒有 但如果是我不熟悉 或是我不認識的人 我便會覺得 為何黏著我?為何碰我? 其實看起來很微小的舉動 會令你不舒服 你又覺得算不算是性騷擾的一種呢? 我準備了兩個個案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談談你們的感覺是怎樣的 第一個情況 就是可能你和你一個曖昧的對象 你覺得兩個人出去拍拖很開心 突然之間 她寫下來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程度農事的表現 還是算是一個性騷擾的表現? 我想起之前我看過日本有一個綜藝節目 就叫做《雙層公寓》 這個節目其實都是說一些不認識的陌生男女 然後就住在同一間屋 看看如何發展 當那次有個男士跟她的心儀對象出去 其實他們可能是第三、四次出去 那個女生也知道這位男士是有一點接觸的 誰知那個男士突然間借機說 潤唇膏沒有了還是甚麼 然後就射到那個女生 用嘴唇來塞唇膏 對 然後那個女生 我很記得她也很尷尬 每天都震驚 第三就是我還未確定我是否喜歡你 為何你又要這麼快出擊 所以我就覺得要看看大家的相處階段到哪裏 如果真是麻門一腳到最後都可能是承認大家關係的一個舉動 是的 還有另外一個個案 例如我猜在工作的場合上都會遇到比較多 就是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本身是做NGO的 覺得很好 有社會責任 他的老闆是一個男人 因為我的朋友比較豐滿 例如他進去房間見他 他的老闆就會看著他的胸口說話 你感覺到他的眼神是很直接的 或者他穿短褲或短裙 他會掃描完才看他 這真是很明顯的 還有他有問過其他女同事 其實其他女同事都有這個情況 感覺是很不避受尊重的 感覺是很不避受 但他們又可能會覺得 其實他沒有做一些很實際的事情 又不是碰到他 他們就沒有想過要他作出投訴的事情 我又問你們 例如工作上也好 甚至乎在街上 你的朋友或你的同事 平時會捱到你好迷 捱到你很迷 但是沒有碰到你 那你又覺得這個是不是性騷擾 其實他有一個名字叫microaggression 他就是說一個 如果中文來的應該是微型侵略 其實他是可以用在gender和性格上的 就是你有些偏見 又或者可能有機會在性格上侵犯到你 就是令到你不舒服 其實這個行為也是不可以的 但是通常很多人都會覺得 以為不是 因為他沒有碰到你 你又很難爭辯 你又會在想會不會是自己太敏感 但其實令到你不舒服 就是不可以的 但因為本身性騷擾 就是不一定要接觸了才叫做性騷擾 可能你剛才所說的就是一些 很微型 很… 大家都難以去判斷 究竟算不算是的一些情況 其實如果看回一個很公表的 性騷擾的定義 就是除了有一些你覺得不舒服的身體接觸之外 還有一些不禮貌 而有性意圖的一些說話 動作 或者是你的眼神 就是我測試你 這樣也算 甚至是發出一些聲音 所以這些都會是 即是可能你會聽到一些 A片的聲音 是一個不適合的地方 即是可能是給自己聽的 但你剛好又聽到 OK 其實都算是 總結的話就是令到你不舒服的一些行為 明白 還有不一定是男女 即可能女女或男男都可以有你的問題 女男都可以 沒有性別之分 但其實是可以跟自己本身工作的機構去投訴 即你只要記下你的事發的過程 或者你那些什麼細節 其實都是對於你的投訴有幫助 沒錯 這些真的不可以鼓食讓人家 對 其實大家親身有沒有遇過一些什麼 被人性騷擾 或者是你性騷擾別人的家 是嗎 不以為 是的 哦 我沒有試過性騷擾別人 不過我有試過有一次 其實也可能是微型的一款 但是我甚至這位先生 是不是對我說出這句話 我也不太肯定 其實就是那時候我在地鐵的月台 我是去月台那裡搭車的 然後有一位先生 就仍然地上去大堂那裡走 然後他突然上下探測我一下 然後就再說 要不需要那麼粗啊 因為我穿短褲 然後他就 要不需要那麼粗啊 然後我生氣了 我生氣不是生氣他看我 我生氣他說我腳粗 他評論你的身材 無論你是大好小好都不應該 然後我就立刻轉著面 就看上去 關你什麼事 你很勇敢啊 是啊 其實那時是沒有人的 而且他又不是說我很大聲 所以我也沒有用很大聲的聲量去告訴他 但我感覺到他應該聽到 然後他就 我覺得他很心虛 是啊 真的關你鬼事嗎 我覺得你贏了我這一仗一年 其實我對他的粗不粗 真的關你鬼事嗎 對 對啊 你們呢 都有試過走在街上 但就不知道他是有心還是沒有意 可能當時就穿短褲 就走在街上 有阿伯 可能就迎面以來 當然他沒有 他就拼手 拼手就拼到大腿這些位置 當然他只是拼到大腿 這樣拼一拼 他又不是摸 只是這樣碰到 這樣就走過了 你問我會不會很大聲地出聲 我也未必會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他真的有心還是沒有意 但自己就會非常小心走到街上 可能這麼大的動作 有機會避開人也會 甚至真的會避開人群去走 例如這些情況他可以拼拼 你也不會知道 就算你罵他 他也會說我不小心 你會覺得是否自己想多了 有些人就會大聲地說你 我只是不小心 你這麼吵了嗎 但當他的舉動 或是他無意的小行為 令你不舒服 其實他也有必要知道自己有問題 對 但你知道現在社會上 有些人都會說 那你穿這麼短的短褲做甚麼 但其實不應該會出現這些聲音 但你有時… 其實穿短褲真的沒有錯 就要穿短褲 但你有時會想 是否真的因為自己穿短褲 如果不穿是否會避開這些東西 當然這個想法未必是… 不應該是我們去想 這個一定是不對 因為這些聲音就是 罵犯罵犯罵犯罵 但我已經被人摸 為何還要說我 大哥 這樣吧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可能我要去補習 坐巴士 明明車是很空的 然後你突然發現 有個男人坐在你旁邊 然後他的手 你正常坐車來這樣放 他會放在大腿的旁邊 他又不能碰你 那一刻你會覺得 為何他要這樣放這麼奇怪 是 然後我那一刻是… 因為電話已經可以拍照了 我已經拿了相機出來打算拍 打算拍下了 因為我之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 但我覺得沒有證據 怎料我拍的時候 很快就看到他很快就下車了 心虛了 心虛走了 我覺得你這個是一個挺好的辦法 即是當你不敢出聲 或是像我這樣 很射龜 不敢出聲 我想拿出電話 不管你真的拍好 還是不拍好 好像叫做 防止他下一步的行動 也是一個挺好的辦法 還有現在有電話 有攝影機 大家立即開一個直播 你有甚麼都可以先保障自己 還有當我處理一些社會上不公義的事 真的嗎 你會立即罵他 我不是… 我會是具理力爭的人 但我一個前提 我何時才會發聲呢 就是我會看看身邊有沒有男人 因為… 就算是一些性騷擾的男人想性騷擾我 我想反擊他 我想罵他 我不知道下一步會做甚麼 可能他會出手 所以… 所以我一定會看看身邊有沒有男人 剛才你們也說了一些不認識的人的案件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也有一個類似 你會認識的案件 就是我以前去剪頭髮 那時候我很短 我想是短到要橙青的位置 然後那個髮型設定了兩三次 都有點熟 他剪頭髮時會忍不住覺得很癢 你會有一點反應 他會拿著剪頭髮 你會問為甚麼是否很癢 我到現在還是很記得 我就會覺得 他好像在做一些很合理的事 但其實你那一刻真的會不舒服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好像碰到你一眉 碰到你 是呀 那些東西就是在… 是有瘀帶相關 是的 但我那時候太小了 我只會不再去找他 只要你不會去做甚麼 那如果現在你遇到你會怎樣做 首先要找信任的朋友去聊天 因為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剪頭 其實我就會覺得 我應該要馬上跟你身邊的朋友說這件事 就是看看他有甚麼提議給你 是的 或者看看他自己也有沒有這個經歷 還是你會不會直接跟他說 你不用紅的賣 其實應該是要說的 要直接跟他說拒絕 即時行動了 起碼讓他知道你不OK 那他可能… 我不知道下次會不會再找剪頭髮 可能就… 因為他好像會助長了 你不說了 他又以為OK 我想大家都會有遇過一些 可能情緒上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困擾 又或者… 一定會經歷 譬如說你很生氣 你很不開心 或者你經常都想起那件事 那你在做出一個理性的行動前 你一定要先弄清自己的情緒 而且要先了解自己心裡的狀態 那心理上有機會都會遇到 例如你剛才說的不備受尊重 覺得羞辱 又或者你有事會懷疑自己 例如我剛才說的不要穿短褲 有一個對自我肯定的否定 有機會最大的困擾 我想應該是安全感問題 所以這些時候一定要跟朋友聊 或者讓他們知道你在想甚麼 或者他們會給你不同的建議 或者他們會給你 另外很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想甚麼 整件事中 可能你最關心的是哪個點 哪個點令你最不舒服 可能因為他這個行為 你以後會做出甚麼 之後的舉動 所以有朋友的幫助 可以令你起碼信任一點 或者是不會覺得自己有錯 還有心理輔導方面 可能你會覺得我的朋友不是很幫助我 或者是他們說話都不中點 我都不是生氣這件事 大家都可以找一些心理輔導的組織 或者是心理輔導師 例如風雨嵐 或者是名愛 也會有很多心理輔導員 可以幫到大家 要找回那種安全感 我們今集就先談到這裏 下一集再談其他話題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讚好和subscribe follow我們ETNET所有的平台 那就可以緊貼我們最新的資訊了